好 那就開始了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有教我們做水的展開 這是有抑太氣的 抑太氣的 抑太就是 水的話 預熱它就會變成 水蒸氣 你會再講大聲一點 水蒸氣 然後飄上天空 然後全部集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就會變成一個水蒸氣 然後又是如果 空氣太冷 它就會結成冰 然後冰 太熱它就會變成水蒸氣 有用到 按鈴 剛按下 黑色按鈴的時候 溫度 我都改 按下 按鈴的話 杯子就會 溶到 進去 然後 按下 另外一個按鈕 杯子就會溶到 那邊操作一下 不是這隻嗎 是這隻嗎 是這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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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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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囉 不好意思,請稍等一下 如果水杯碰到水的話,如果碰到水的話,如果碰到水的話,高於600以上的話, 溫度會高一點嗎? 它只會從冰塊變成,如果溫度太高的話,它直接碰到的話,它就會直接蒸發變成水分 然後後面的鋼板就散掉 直接搶就會 沒有,如果要去增加水分 可以,可以,重開,重開,重開 我們可以來這裡 我們要去增加水分 我們要去增加水分 用來增加水分 我們要去增加水分 就這樣到,就這樣到 你會不會有增加水分 我會不會有增加水分 然後會不會有增加水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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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點,它就會亮好,再更小就會亮好 然後大一點,然後碰到五塊,它就會變成熟,再大一點就變成熟 好,感覺不錯 謝謝